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雅各书提到了爱情 我们从爱情来思想,我们领受了耶稣的爱 我们要爱耶稣,爱情应当包括什么呢? 今天我们去思想雅各书第三章 他提到了真爱 首先第一节提到 我夜间躺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是的,我们爱包括了寻找 我们要积极地寻求上帝 认识上帝 寻找上帝的旨意 明白神的心意 并且我们一起来求问 第三节 我问看守的人 你们看见我所心爱的没有? 是的,我们来求问 上帝你在哪里? 向神祷告 也向身边的老师牧人 父母求问上帝来认识上帝的作为 并且真爱包括了付出 我们看到这女子在夜间很危险 在街上走来寻找所爱的 真爱是愿意付出 我们领受了神 在实际上为我们神明的爱 我们愿意学习付出爱神 服侍神 真爱也包括了保护 六到十一节 我们看到的是迎娶的路上 充满了保护 第七节 看哪? 是所罗门王的教 四位有六十个勇士 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 手都持刀 善于征战 腰间配刀防备 夜间有惊慌 是的 爱情包括了保护 丈夫保护妻子 父母保护儿女 而我们也体会神给我们的保护 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教会 保护神的家 神的弟兄姊妹 并且爱情也充满了荣耀 第六节 以墨耀和乳香 香仁各样香粉 所熏的是谁呢? 第十节 教柱是银座的 教底是金座的 昨天是紫色的 再再都充满了荣耀 提醒我们 爱情应当要荣耀上帝 而第十一节 提到了 头戴冠冕 就是在她婚宴日子 心中熄热的时候 她母亲给她戴上的 神期待我们的爱情 要顺服父母 同样的 我们也顺服上帝 荣耀上帝 最后 第十一节 鲜案的女子啊 你们出去观看 苏罗蒙王 爱情充满了见证 愿我们 见证神对我们爱 我们也起来爱神 见证上帝的奇妙 美好 这一章的要节 提醒我们 鲜案的众女子啊 你们出去观看 苏罗蒙王 头戴冠冕 就是在她 婚宴的日子 心中 喜乐的时候 她母亲给她戴上的 提醒我们 真正的爱 充满了 众人的见证 婚宴的分享 对父母的顺服 尊重 喜乐 感恩 荣耀 我们来祷告 主要跟求你帮助我们 从地上的关系思想 我们领受你的爱 我们要爱耶稣 把真实的爱 放在我们的当中 能够付出 寻求神 带来保护 带来见证 带来荣耀 带来美好的顺服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